好 目前子民在線3379位朋友 看到了莉菱 哈囉 你好 還有這個瑪麗蘇 以及何仙仙 Joco W 還有這一位是制圖人 東方不敗 歡迎大家這小時加入我們 不知道這個大家意見如何 這是現在在網絡上頭 昨天所做得出來的一個最新民調 雅虎新聞網絡民調 說有超過9000人參加 問的是什麼 問的是年底的高雄市長選戰 你會選誰 原因是因為這個話題 其實在網絡上 以及在藍營部分都非常的熱 現在傳出了 說最快可能在下個星期的中場會 國民黨部分會提名柯志恩 來選高雄市長 柯志恩他的回應呢 他是講 在這個黨裡面 任何事情都要有心理準備 如果我真的獲得徵招參選的話 我24小時內就會整裝下高雄 而目前的傳出 他跟韓國瑜是有互動會的 同時獲得高雄在地的大佬 王金平的支持 但是你可能會想問 高雄呢 綠油油 鐵板一塊 你敢有辦法 來看最新民調了 在陳其邁 現任優勢之下呢 現在對上了柯志恩 看到兩個人 在網絡上的民調是43.3% 對上30.3% 依舊是有努力的空間的 不過柯志恩他的講法是說 基本上如果真的是要選的話 那當然就是志在選上 希望能夠擊敗對手 而你也想問 如果說是這樣的話 那到底其他的地方會是如何的民調呢 我們來看看這樣同樣一份民調做出來的其他數字 好 來看到的是在台中了 台中市的部分呢 現任的盧秀燕 好 還是有優勢的 而且呢 他是有近八成的支持度 對上民進黨的蔡其昌 好 在台中民進黨也已經就提名蔡其昌要來參選了 另外呢 這個也是同樣已經獲得提名的 這個是台南市長 結果讓大家比較驚訝的是 哇 現任界有近六成的支持度 現在是贏了現任的黃偉哲 四成四 好 對於這樣子的一個數字 當然很多人講參考作用 但是對於國民黨來說 他們內部其實早在六月的時候 就有做過兩次的民調 現在他們講了 說這兩家民調公司所做的調查 其實柯志恩是都名列前兩名 好 希望能夠破戒外界假民調 這麼樣一個質疑 那對於柯志恩來說 他的想法就是 黨如果爭招 我不會確戰 但是黨必須要讓所有的人 都能夠接受這樣的安排 同時應該要把明確的數據 告訴想知道的人 有 報告北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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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聞即將代表國民黨參選 高雄市長的國民黨智庫執行長 柯志恩 拜訪立法院前院長王金平 有了哈支持柯志恩充滿信心 態度不如以往 喊出若是被提名 24小時之內就會出現在高雄 我很佩服的地方就是 我請他幫我去打幾個電話 那院長馬上就不用看手機 他就自己背出所有的手機號碼 一一來告訴大家 柯志恩可能會有機會下去 請大家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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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禮拜三爭招的話 你禮拜四就應該出現在高雄了吧 24小時之內就會在高雄出現 前前談到民調若是第一就認了 從沒有意願到願意承擔 難道黨中央的神秘民調改變他的態度 國民黨拋出這個月內做了兩份民調 時間都是在六月份 第一次民調排名順序 前三名是國民黨智庫執行長柯志恩 高雄市議員陳麗娜 立委陳玉珍 第二次民調則納入前高雄市副市長李四川 跟前衛生署長楊志良 排名前三名為李四川 柯志恩 楊志良 我想在此時時刻 國民黨最低名的時候 沒有理由不為黨做這樣的一個權利以服 很多人想要透過民調知道 他自己為什麼不是第一 那我也很想知道 為什麼是我的民調牌這麼高 所以我覺得適度的部分裡面 黨中央應該把這個明確的數據 告訴想要知道的人 民調會說話 只不過沒有數字的民調 黨中央如何符中 我想這個提名人選在下週應該渴望可以正式公布 直接點名他黨中央心意已決柯志恩選定了 只不過沒有數字的民調 就怕一意孤行的決定 再次上演桃園之亂 也考驗黨中央未來如何補足程序正義 柯志恩就戰鬥位置 就等朱一輪一聲令下 好 再來看到台北市這場選戰了 原因是因為大家都在問陳時中真的有可能選台北市長嗎 還是他呢 這位前副總統陳建仁 好 原因是因為先前很多人都在講啦 疫情的關係有沒有可能讓陳時中被換掉 換成陳建仁這個國旗 好 對此呢 陳建仁昨天大讚 陳時中擔任疫情指揮官的表現是值得信賴的 甚至更直白地講 陳時中未來統籌台北市政府 綽綽有餘是非常合適的人選 小英俊友會榮譽總會長前副總統陳建仁 跟被點名參選新北市長的英系立委羅志正同台 有為選戰拉開序幕的意味 絕對是一個責任榮譽 也是一個非常必須要完成的一個使命 他首次松口顯示明星黨參選雙北人選 已經越來越明朗 只剩提名時機 陳建仁這話說得更直白 個人覺得如果這兩年半來 連陳建仁要去做指揮官 也不會做得像陳時中這麼好 你覺得這些特質應該可以放在去統籌 一個台北市政府的基金 錯錯以留 而且我覺得他是很合適的人選 然後雖然有一些人對他有很多的負面的批評 但是我是覺得他真的是一個很值得我們大家信賴的一個政務官 那如果台北市交在他的手上 那我相信一定會更加蓬勃發展 從台北的城市中 新北羅智鎮以及桃園的林志堅 年底縣市長選戰 民進黨徵招參選 六都中就有一半是英系人馬 被外界解讀的活旗陳建仁顯然不是要放在六都中 他的低調入黨還一度引發賴清德的好奇 這也代表蔡英文在後英時期還掌握一定的話語權 如何讓他的這個所謂的英系的人員 未來能夠再繼續延續的下去 然後跟其他派系有一些能夠抗衡的這樣的一個角色 所以陳建仁在當時確實是被外界認為說 這樣一個入黨其實建指的就是所謂2024的總統大選 建指2024是要抗衡誰還是要卡誰 英系在蔡英文卸任之後怎麼延續政治生命 這出角力戰還可以繼續看下去 記者新北市綜合報導 水神霧化器就是這台 它24小時在我們這個環境的攝影棚裡頭 基本上是隨時的在做空氣當中的傾銷 我們現在水神霧化器也有像這樣 迷你的這麼小台水神霧化器 請大家上快點GO下單的時候 輸入我的代碼CTI588會有折扣優惠